阅读毛泽东 感悟大历史 一部西方世界了解中国伟人的名著传记 欢迎收听美国著名学者、记者、作家 罗斯特里尔作品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品 毛泽东传 演播张震 第十六章 退却 1961到1964 从1961年开始 毛泽东很少再出头露面 他心绪迷茫 不得不向政治和经济现实让步 虽然他内心仍然充满火花 刘少奇和邓小平强调 有秩序的政治和有效果的经济 这符合当时普遍的心情 与其说是刘邓与毛泽东发生了冲突 不如说是他们沿着自己实用主义的道路 加快了步伐 他们的权力自然也增长了 毛泽东没有采取什么决定性的步骤阻止他们 作为党的主席 他在1961年至1966年 只召集了一次中央委员会的会议 在政治局里 毛泽东遭到不声不响的漠视 这是绝无先例的 他极少会见外国到访者 也不再到群众中参加什么活动了 毛泽东知道 中国许多地方活跃着对北京运怒的情绪 他在1962年的一次会议上 大胆地重复了一个传到他耳朵里的故事 广州一个心怀不满 但喜爱插磕打混的人说 当火车向南开时 他的龙龙声似乎在说 前途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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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向北开时 去北京 他似乎在说 没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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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的基调已有变化 这在后来对邓小平的一项指控中得到反应 该指控说 他在20世纪60年代初 见到毛主席时 以平等身份自居 不拘礼节 报纸上对毛泽东的崇拜退潮了 把党刊红旗看上一个小时 可能也难得碰到引用毛泽东的话 或甚至是毛泽东的名字 公社实际上被打散成生产大队 农村市场上私人交易合法化了 工厂里的经理人员又能自由行事了 一时冲动的行为 在中共的工作作风中被排除 1957年 被当作毒草而拔掉的知识分子 在刘邓管理系统的市场花园里 找到了新鲜土壤 在这种新的气氛下 经济振兴起来了 毛泽东不能反对 他也没有试图要反对 在当时 毛泽东确实开始看到 大跃进作为经济政策是失败的 但是他仍然相信 大跃进是社会主义的政策 为此他拒绝在众多的听众面前 承认经济失败 如果真理来自与他相关的不合适的人 他会把通向真理之路挡住 毛泽东接受了退却 如果说仅仅为了战术的目的 这一事实由于他技巧的否认 而更加明显 他亲切地说 大家都是好同志嘛 一个人不可能没有一点缺点 他以一个接受严峻结果的人的口吻 补充道 肥猪只有在篮里才能养出来 1961年初 他告诉中央委员会 一句话 要整顿 建筑家不该再对大厅进行修补 是该利用大厅的时候了 我们凡事都要从实际出发 不能照搬照抄不懂的东西 毛泽东让不肯宽容的 甚至是无情的与会人放心 这个曾试图那样做的人说道 我们不可能改造 我们并不了解的东西 我是个走中间路线的人 他这样说 但未必相信这个说法 打击个人崇拜 这是一个针眼 1956年以来 中国政治的所有线索 都在这里汇成一树 毛泽东觉得 他自己的意志 体现了他那个时代中国的道 他觉得 他能超出那些规则 跳过那些机构 但是 刘少奇 邓小平和其他人相信 应该遵守规则 他们看不到 在一个有6.5亿人口的国家 撇开那些机构 还有什么更安全的道路 毛泽东后来抱怨刘少奇 和直率的邓小平是说 他们把我当作亡人 他们总是用诚恳的目光 对毛泽东表示赞同 为他的话鼓掌 但随后 不做任何的事情 加以贯彻 他们忘记向毛泽东汇报 开会时 他们会朝房间另一面走去 以避免听到节外生枝的询问 或尖酸刻薄的指示 随着北京市副市长写的一部 引起大家兴趣的剧本的发表 人们对毛泽东 把彭德怀降职的不满 达到了顶点 该剧写明朝一个受人尊敬的宰相 他因为提出诚实的批评 而被皇帝罢官 毛泽东立即看出 海瑞罢官能够解读为 对他自己鲁莽的罢免 彭德怀的讽刺性评论 虽然他有一段时间保持平静 一位北京专栏作家 写了关于一个天赋平庸的运动员的故事 他在一种伟大的幻象中 自吹自雷 说自己破了奥林匹克跳远记录 警觉的读者会看得很清楚 这个运动员指的是谁 同一作者还写了一篇 关于健忘症的讽刺作品 作者描绘了一名 没有提到名字的健忘症患者的画面 他脾气暴躁 忘记自己以前说过的话 正在走向精神失常 文章神秘的警告说 如果有人发现自己有这些症状 他必须赶紧完全休息 什么话都不要说 什么事情都不能做 这是朱德在高岗危机中 对毛泽东提出的忠告 就像在中国表达不同意见时 所采用的典型方式那样 这些全是一所预言式的 但是却非常大胆 专栏作家邓拓 以及剧作家吴涵 都是在死后 于1979年恢复了名誉 毛泽东在60年代初 讲话的调子是有节制的 他不再那么东拉西扯了 似乎意识到 他现在已经不再长应在首了 他在组织自己的论点时 几乎和别人赌气似的 关注形式和顺序 他会这样开始 我没有太多的东西要讲 或是我想讲六点 他用数据塞满他的讲话 似乎要证明 如果他愿意 他也能当个单调的专家 埃德加斯诺 1960年访问了北京 他问毛泽东 他对中国的长期计划是什么 毛泽东不尽如人意地回答 不晓得 斯诺回应说 您太谨慎了 毛泽东坚持说 这不是什么谨慎 就是不晓得呀 就是没有经验呀 他几乎无法掩盖 大跃进时期所犯的错误 1958年 他曾说 中国会在15年后 超过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到1962年 他说要50年至100年 然而毛泽东的话里也有次 1962年 他在这些年中 唯一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 沉思着说 过去这些年 我们不是做了很多愚蠢的事吗 这让他的听众 拿不准这话是不是在忏悔 他在1962年 另一次会上爆发了 不许人讲话 老虎屁股摸不得 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 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 人家总是要讲的 毛泽东在全力以赴地 抨击他喜欢的靶子 粗暴的官僚作风 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 偏要摸 在毛泽东的眼里 官僚主义者正在失去 对基层群众意见的了解 企业管理人员又开始摆架子 就好像他们拥有工厂一样 医务工作者拒绝到边远的村庄工作 因为舒适的城市生活吸引了他们 应该定期参加体力劳动的官员们 把稻田劳动当作郊游野餐对待 毛泽东会这样问身边的工作人员 有什么新闻吗 当作见面打招呼 这是一种控制机制 一种把信息集中于他自己手中的方法 可是这样得来的信息 和中国基层的实际情况 并不总是那么接近 作为一个普通人 毛泽东日益关心生活中 那些特定的 零星的 简单的 不可预知的事情 作为一个政治家 他对人民共和国拥有的 多层次组织缺乏耐心 作为一个哲学家 他认为 除非干部们诚心诚意地和群众一起 像二重奏一样 共同参与到事业中去 否则中国的革命就没有希望 甚至书籍 现在在毛泽东看来 也只不过是又一个权威的标志 有人写出书来 然后就让那些没有经验的娃娃们去读 由于没有在实际生活中 奋斗的直接经验 娃娃们会由于用二手指使填塞自己 而变得固步自封 一天 来了几个智力新闻工作者 作为关于中国和智力有益的 讲话的影子 一个编辑告诉毛泽东 最近在圣地亚哥举办的中国经济展览 引起了人们很大兴趣 但是毛泽东有另外的考虑 他躁动不安地说 我还是从你这里才知道有这么一个展览 然后冷嘲热讽地对房间里在座的中国官员发起了攻击 看来我的官僚主义很严重啊 六十多岁的毛泽东仍然是个复杂的人 但是他不再容忍改造6.5亿人口的社会 所需要的复杂机构 他希望能亲眼见到每件事 能伸出自己的手 摸到中国革命的纹理 毛泽东从第一线退下来之后 在1961年 他写了比一生中其他任何一年都多的诗词 有一篇是赞扬军人美德的呐喊 他开始西纪 凭借这种美德在政治上获得重生 一张女民兵的照片放在他的桌上 他在照片上写道 打友人是一首表达强烈向往的诗 背景是湖南 毛泽东借用了顺地的传说 当这位贤明的统治者逝世时 他的两个妃子鹅黄和女婴泪如雨下 泪珠掉在竹子上留下斑斑泪痕 这些痕迹仍然能在江西省和湖南省著名的班竹上看到 九一山上白云飞 弟子乘风下翠微 班竹一枝千滴泪 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 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辽阔 芙蓉国里尽朝辉 毛泽东把一丝永恒的品质赋予了他的家乡 两个妃子身着万朵红霞财成的百重衣走向人间 洞庭湖上的波涛 萧瑜和毛泽东在毛泽东于1921年 去参加中共成立大会时 曾在湖上穿行过 似乎在拍打着天堂的大门 他年轻时曾游历过的靠近长沙的岛屿 震颤得如此厉害 以至把他系在地球上的缆索是否牢靠都成了问题 在结尾的两行诗里 毛泽东自己在梦想中重生 到那时他身上还未解脱的束缚 会不会解脱掉呢 永梅在他1961年的诗词中最为突出 毛泽东说 他偶然看到陆游与十二世纪写的同一题材的词以后 就写了一首反其意而用之的词 写这首词是为了在即将来临的和苏联的斗争中 鼓舞中国的士气 但是毛泽东心里也在想着自己 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兵 游游花之翘 翘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 他在丛中笑 正如毛泽东觉得一切好的东西 都受到其对立面的限制一样 春天也受到限制 梅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 刚正高洁的象征 它独自开在冰雪覆盖的悬崖上 这里毛泽东是在形容 中国在苏联阵营内的孤立 或许还有他自己在中国的孤立 但是如果说路由 只看到梅花悲哀的一面 那么毛泽东则在他身上 发现了伟大的 虽然是谦卑的天命 由于这种高尚的花 放弃了自私的愿望 翘也不争春 他为自己赢得了最高的位置 的确 最后一行的笑 暗示着永恒 孤独 是的 像路由诗中的那样 但是 路由深表伤心 毛泽东 却在追求一种 崇高的思想境界 路由的原词是 意外断桥边 寂寞开无主 已是黄昏独自愁 更着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 一任群方度 凌落成你 碾坐尘 只有香如故 从1959年开始 佛教思想 重有出现在毛泽东的谈话 和形象化的描述中 当大跃进开始出问题时 毛泽东说道 自己做个菩萨 自己拜 我们必须打破这种偶像 他在彭德怀被罢官后 写给他的检讨信上 潦草的写道 如果他彻底转变了 就会立地成佛 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在敦促干部 应该走出城市 到农民中 重新学会谦虚史 毛泽东说 他们应该每年离开 北京四个月 到劳动人民那里去取经 这种想法 来自小说《西游记》 故事中 侯王到远方去寻找 真正的佛经 毛泽东1962年 在一次中央委员会上发问 和尚念经 为什么要敲木鱼呢 他此前 一直在重读西游记 故事说 在印度取来的经 让黑鱼精 给吞进肚子里去了 每敲一下 他就吐出一个字 毛泽东说 不要和黑鱼精一样 采取这种态度 佛教传说 表达了毛泽东的论点 党的领导人 不该吞吞吐吐吐的说话 敲一下吐一点 毛泽东 开始赞扬信仰宗教的君王 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 难道不比南越 那个傀儡总统好吗 尼泊尔这个王国 难道不是比总统制的 共和国印度 更令人满意的一个邻居吗 一个叫王海荣的拘谨女孩 正在北京外国语学院 学习英语 她是毛泽东的一个远房亲戚 她的祖父王继范 是毛泽东的表兄 1964年 王海荣来看望毛泽东 令他吃惊的是 毛泽东敦促他学习圣经和佛经 毛泽东在和彭德怀的冲突之后 开始谈论佛教并不是偶然的 由于对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失去信心 她开始转向中国传统 并且表现出对宗教的新的开放心态 她越来越多的在中国的经验中 为一切美好的东西找到先例 她开始把过去看作是道德故事 认为历史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规律的精美呈现 而且是一场好人与坏人之间 永恒的反复发生的战争 王海荣碰巧向毛泽东抱怨说 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一个同学 总是在读《红楼梦》 而不念他该念的英语语法 毛泽东似乎呆住了 你读过《红楼梦》没有 这位年轻姑娘说 她看过 毛泽东问 你喜欢《红楼梦》中哪个人物 王说她谁也不喜欢 毛泽东继续说 《红楼梦》可以读 是部好书 事实上 毛泽东认为 这部小说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三大贡献之一 另外还有中医学和麻将游戏 当王海荣忙于把自己教育成世界主义的现代女性时 毛泽东已经第五次读《红楼梦》了 毛泽东又问他 读过唐朝诗人杜甫的《北征》吗 王海荣给出典型的学生式的回答 没看过 《唐诗三百首》中没有这首诗 毛泽东从椅子上站起来 走到放诗集的书架旁 他找到北征递给王海荣 并且告诉他要多读几遍 王海荣问道 读这首诗要注意什么问题 要先打点预防针才不会受影响 毛泽东激动起来 你这个人竟是行而上学 为什么要打预防针 不要打 要受点影响才好 要钻进去深入角色 然后再爬出来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毛泽东 发现他的这个亲戚太传统 毛泽东告诉王海荣 在学校里要多造反 同时又过于随波逐流而左倾 毛泽东告诉王海荣 要多学一点中国的历史传统 毛泽东在六十年代读的中国历史 比一九一八年从师范学校毕业以来的任何其他时候读的都要多 他在从历史中寻求安慰 孙子不变脚 能修裂兵法 他问一位与会者 韩非不求勤 能写出他的孤愤 十三百篇 不也多是圣贤发愤之所作吗 毛泽东 毛泽东把中共历史 在他自己取得控制权之前 划分为五个朝代 他把陈独秀和其他人比作失败的昏庸的皇帝 不言而喻 他把自己比作成功的明君 在毛泽东内心 日渐强烈意识到与命运先胜 一会儿成为上帝 一会儿成为马克思的相会 已迫在眉睫了 一九六四年 他对阿尔及利亚到访者说 帝国主义分子前不久还叫嚣 中国政府要垮台 现在不作声了 因为没有垮 但是毛泽东内心里远不是如此乐观 不过我就要垮了 要去见马克思了 医生也不能保证我还能活多少年 几周以后 四位副总理来和他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 这位在一九五八年不相信这一点的人说道 制定计划要从实际出发 我已经七十多岁了 但我们不能把在有生之年看到 共产主义作为制定计划的基础 在当年年中 毛泽东对几位军官说 如果原子弹投下来 只有去见马克思一条路了 不过年纪大了 终究要死的 他唱起了属于个人的调子 负担太重时 死是很好的解脱方法 埃德加斯诺在和毛泽东一起进餐时问 能否把这个晚上拍成电视片 这位美国人冒险地说 谣言说您病得很重 如果将今晚的情景通过屏幕公知于事 不就证明那些谣言纯属夸大其词吗 毛泽东苦笑了 他回答说 这可能有些不妥 因为事实上 他的确是不久就要见上帝了 或许他是在试探外国对他死亡的反应 然而 毛泽东的确预感自己的死亡正在到来 他也接受了这一现实 他对阿尔及利亚人说 谁都难免一死 最起码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先例 但是 在和阿尔及利亚人的谈话中 把他自己的垮台和中国的垮台相提并论 表明在心里 他很难把自己的命运和中国的命运区分开 他接受了毛泽东这个人的死亡 但是他不接受中国 可能在他死后选择脱离毛泽东主义道路 他对军事官员们说 每个人都应该选好接班人 毛泽东的脸庞 没有像邓小平的脸那样 随着岁月更加荣光焕发 而是变得病态的胖起来 表情也不那么丰富了 他光洁的皮肤上几乎没有什么皱纹 眼睛深不可测 浓而黑的头发则一如既往 在1964年和1965年间 在来访者跟他谈话时 经常有护士来回照应 肢体僵硬 颤抖 以及动作不协调的现象经常出现 他的支气管炎常常发作 然而 他对自己的健康并没有变得小心翼翼 他抽用弗吉尼亚烟草生产的中华牌香烟 抽得很凶 跟爱德加斯诺在一起的一个晚上 他抽了十多支 由于看不起任何种类的专家 毛泽东对待医生 就像对待打扫卫生的女工一样 他宣称 医生的话我只听一半 另一半他要听我的 现在毛泽东有很多时间 不住在菊香书屋 而是待在附近的室内游泳池那边 为了他的方便 那里已经加建了会客室 书房和卧室 毛泽东像很久以来一样 过着简朴的日子 他从不把喝过的茶叶扔掉 或留在茶杯里 他会用手指把茶叶末抠出来 放进嘴里 嚼过以后咽下去 这是他在湖南 还是小孩子时就学会的处理茶叶的方法 他不喜欢在房间里放花 或其他装饰物 他只吃少数那几样辣味十足的湖南菜 他会咕嘟咕嘟地喝汤 吃过丰盛的一餐之后打嗝 而不管同桌的是江青 还是一位外国国家元首 毛泽东在六十年代的薪水 是每月四百三十元 只是工厂的高级技术人员薪水的两倍 毛泽东对昂贵的物品不感兴趣 另一方面 他真正需要的任何东西 党都会为他采办 所以很难以字面上的价值 看待他一九六四年的抱怨 我需要秘书可是又顾不起 虽然毛泽东似乎已经超凡入胜 人们仍称呼他毛主席 这与周总理或林国防部长之类的称呼 有一种不同的感觉 红色中国真的不知道该如何为毛泽东贴标签 但是他知道应该不为他贴什么标签 毛泽东是位将军 但是控制枪杆子的这个党 不喜欢使用华而不实的军事职业术语 毛泽东变得像个皇帝 但是不允许用语言 把这种想象公然表示出来 于是毛泽东使用了带有小镇居民大会 朴实无华特点的主席这个称呼 虽然他所具的最高职位 在中国千百年来都是由天老爷来任命的 这一平淡无奇的标签掩盖了一个事实 一个半人半神 极为不伦不类地主持一个平等讨论问题的委员会会议 主席的称呼虽然平淡无奇 但是不停地叫毛主席 还是激怒了刘少奇 这位国家元首咕弄道 为什么他那么喜欢被称为主席 毛主席毛主席 你们听到过有谁说列宁主席吗 毛泽东变得迟钝而主观 他喜欢大声评论来访者的外貌 都很年轻嘛 那么高啊 他准有七十多岁了 他不耐烦听新来的人的恭维 1964年 一位三给巴尔到访者说 能允许我表达对您的崇敬吗 从一到中国 我就盼望着这一天 没有语言能表达我的强烈感情 毛泽东凝视着他 干巴巴地问 你读过马克思列宁的书吗 过了一会儿 这位非洲人又说了一些礼貌的话 您的著作实在是好 毛泽东漠视他的话说 我写的东西不多 这位三给巴尔人坚持道 不 您的著作很多 毛泽东干脆挡住了这个话题 好了 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吧 随着一声再见 会面结束了 毛泽东自己亲笔写信 并且常常签上早晨四点 或早晨六点的字样 这似乎是用早晨来证明他辛苦了一夜 跟他的许多同事不一样的是 他读书 有来访者在场的情况下 他常会伸手找一首诗词 或一本字典以便说明或核对一个论点 解剖麻雀 是毛泽东所喜欢的处理问题的方法之一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中国麻雀和外国麻雀都差不多 毛泽东觉得精细地研究小的东西 能让他就大的东西得出有效的结论 关于政策 毛泽东极少谈论 哲学和工作方法才是他钟爱的话题 毛泽东几乎不善于 也不喜欢对大量听众讲话 六十年代 他不再尝试这样做 他与普通人聚会进行对话的日子结束了 越来越多的逗留于想象的世界中 在私人聚会上 他的言谈变得极具个人性质 他谈论他早年的生活 讨论自己的家人 这对中国政治家来说是极为罕见的 并且从自己的经验中找到榜样 供别人仿效 毛泽东劝一个年轻的来访者说 当兵半年时间就足够了 他没有补充说 他于1911年在长沙驻军里当兵 就是半年时间 他举出明显个人的例子 来说明他喜爱的哲学原理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 我自己也可以一分为二 我是一个小学教员 然而我又信神 谈及自己的婚姻时 毛泽东的确像是个一分为二的人 他的妻子杨开慧的母亲于1962年去世时 他写了一封信给杨家 他以女婿尽孝的传统语调写道 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 我的亲爱的夫人同学 毛泽东说 我们两家同是一家 是一家不分彼此 这相当令人吃惊 因为他在此前的岁月里 已经两度再婚 当毛泽东设想遥远的未来时 有人觉得那极具挑战性 也有人则只是觉得很奇怪 1964年的一次会上 毛泽东问自己 一万年以后 北京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在一次科学会议上 他引用一首 不可能做出结论性分析的词 天问结束他的讲话 恒额不嫁谁留 在1964年的一次吹风会上 他努力使任何事情都有疑问 他说 请问马克思年轻的时候 读过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吗 大概听众里有些人同意他后面的话 讲哲学不要超过一小时 讲半小时内 讲多了就糊涂了 有许多年 毛泽东持有一种微妙的 按照马克思主义标准 是相当温和的阶级斗争观 他坚持主张 对抗性的阶级矛盾 不得与非对抗性的 人民内部矛盾相混淆 在延安 他指责28个布尔什维克 把过多的冲突归入前一范畴 在20世纪50年代 毛泽东仍然不愿意给对手贴上 阶级敌人的标签 他在跟东北的独立王国做斗争时 没有给高岗贴这一标签 另外 毛泽东迟至1957年10月还一直认为 由于社会主义政权得到巩固 阶级之间的斗争会逐渐消亡 所有这一切都在彭德怀事件之后改变了 他开始相信阶级斗争正在变得更加尖锐 这一次思想上的换党 使毛泽东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中 完全变成另一个人 划清阶级界限 就是要查出坏分子 这一模棱两可的说法没有日期 但大概出自1964年 似乎是在毛泽东脱离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的 关键时刻冒出来的 清除坏分子是一项政治上必做的事 已经优先于划清阶级界限所需的分析任务 很快毛泽东就以态度为标准来划分阶级 重要的是区分一个人的阶级出身和他本人的表现 重在表现 毛泽东自感得意的观点是说 95%的干部是好的 这一观点被庄严的说成是阶级分析的观点 而实际上只不过是个数学观点 一个派别被可笑的定义为某个阶级的一役 资产阶级被说成是已经进驻到共产党内 毛泽东抱怨道 所有的好党员都死了 只剩下一帮牛鬼蛇神 毛泽东还有一块理论基石 要用于他专心建造的那座不合常理的意识形态大厦 国内新的敌人正在跟国外新的敌人连起手来 修正主义是毛泽东用来指莫斯科斯大林的继任者们 不坚定的观点的术语 右倾机会主义是他用来指彭德怀的立场的术语 毛泽东认定他们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他1962年对中央委员会说 看来给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改个名字 叫中国的修正主义更好 这多方便 1964年出现了修正主义和阶级敌人之间的联系 毛泽东在一个编著上写道 修正主义的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 这是令人痛心的事实 他的新思想像一团怪异但不致命的烟雾在北京上空盘旋 正如毛泽东自己注意到的那样 他认为阶级斗争仍然很激烈 这让同事们非常吃惊 但是只要这种看法仍停留在语言上 他们就可以容忍 毛泽东1962年秋天在避暑圣地北戴河的一次会议上说 好人犯错误 同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有很大区别的 这绝对是关键性的区别 但也令人恼火的难以捉摸 暂时没有人觉得需要追究其确切含义 1963年毛泽东的一首词透露出他心近躁动起来的情绪 形式上他只是回应政府里一位知识分子的一首词 但也出自毛泽东对自己的同事和莫斯科的感觉 他觉得他的敌人毕竟不过是一群昆虫而已 小小环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气 蚂蚁圆怀夸大国 皮肤汉术谈何意 一种要把他们消灭的急切愿望又绝住了他 难道宇宙本身不会在这项任务中与他联手合作吗 多少事从来急 天地转光阴破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四海翻腾云水怒 五周震荡风雷击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 全无敌 有一天毛泽东把侄子叫来谈话 他对毛远欣说 看来你好像是属于左派 毛远欣是毛泽民的儿子 四十年代初期 他母亲与父亲同在新疆监狱时有了这个男孩 之后不久 他父亲就被当时控制着乌鲁木齐的反动当局折磨至死 毛远欣当时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一个学生 毛泽东问 什么叫先进 你知道吗 随即毛泽东告诉这个年轻人 他自己的定义 先进就是要做落后人的工作 这概括了六十年代中期毛泽东的自我形象 许多同事在毛泽东看来已经落后了 他不得不替他们做他们那份工作 有时还得从他们手里把他们的工作夺过来 以便让共产主义目标保持活力 这位怀疑一切的圣人 即将祈求降临一种伴随重生而来的天真无邪的欢乐 阴影里的这个人即将作为半人半神登上圣坛 这位喜欢用关于永恒的思考 让来访者茫然的领导人 仍然有满肚子马基亚维利式的外交权术 这将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三个国家之一 这位因见到刘少奇 正在按秦始皇的模式 成为强硬的管理者而运怒的政治家 不久就将把他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